今天赶肠又是整了一杯多菜哈 你们看我整了这么多葱丝 猜猜要做什么菜 这两根菜老坤都是10块钱 买了点天地瓜 还有这个红色的 不知道大家那里叫什么 这种蔬菜也是很好吃的 下面就全是入了 猪肉感牛肉排骨肥肠 我们要吃这个最底下的 看到了 巨鱼买了四条 这个巨鱼全部都还是活的哈 但是年轻老本娘他不跟我打枕 巨鱼打枕干净过后给它清晴的花上花刀 主要是方便入味 姜葱给它配一下稍微多一点 盐 先要给鱼买一个底味 胡椒粉 料酒 给它拌拌拌拌的先腌制过十多分钟 青红二斤条给它切一下再炸碎 吃的比较辣的朋友可以用小美辣 酸菜再来一点切成丝 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末 从此至于 以前我们做过农家做法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偏向于饭店的做法 锅内烧油稍微多一点 油温五成热下入巨鱼给它炸一下 稍微过一下油就可以了 要保持它的鲜嫩 将它用肉瓢露出来控油 锅里面留点底油 下入干的青花椒 酸菜 炸碎的这个海椒 姜葱蒜末 姜葱蒜末 加入水 调点盐 鸡精 味精 贝糖 胡椒粉 先给它和转和转的 下入巨鱼 转小火度八分钟 把巨鱼度入味 葱丝巨鱼肯定是离不开 葱丝 一定要多一点切成结 巨鱼的时间度来差不多了 用肉瓢先给它露出来装盘 直接装入这个碗中 下入剩下的这一半海椒 转大火 用水淀粉挂一个薄芡 一般农家做法的话 炒料的时候都还会放上一点豆瓣 芡汁挂好后下入葱头 淋上一点明油 关火 葱叶子也放进去 和匀之后出锅淋在鱼上 非常好吃的葱丝巨鱼就做好了 蒸子吃起来鱼肉 稀嫩又鲜香 葱香味浓郁 尤其的适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收拾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咋够 开吃了哈 哇真的是把我饿惨了 这种葱特别的香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是巴适了 哇 这个鱼肉好爽好爽 酸甜并且没有腥味 辣度的话也是刚刚好 因为我是过了一哈油的 也可以直接活度 这样子的菜吃起来就是爽啊 除了刺多别的没什么毛病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重庆江湖菜的做法 这个是猪拱嘴 也就是猪脸 这个是清洗干净的肥肠 这道菜的名字哈叫大洞干锅 为什么叫大洞干锅呢 因为这个猪老扣哈打枕非常难 然而这个肥肠啊打枕也非常的难 所以两个打枕非常难的放到一起了 真的是要大洞干锅才能处理干净 冷水下锅先给它焯一下水 焯开过后打去浮沫再煮五分钟的时间 把它焯透 香料准备点八卦 大料 梳子皮皮 梳子叶叶 当归 白纸 炒果 姜葱 花椒 和海椒 锅里下少许油 来点冰糖炒一个糖色 盐色炒成中红色开始冒这种大喷的时候把香料放进去 我们平时在做这个简单卤水的时候香料要用油炒一好才能激发出辣的香味来 加入清水 下入肥肠和头皮 烧烧开后转小火调小火调一点料酒 再准备上几根欧色 给它切成小条片 再准备一点姜葱蒜 干海椒 干发酵口口 这个锅里头还没有炉好哈 这是没得烘到四的 我们这里有一斤海椒给它炒一下 主要是炒来做红油的 做红油大家晓得一定要炒一下才香煎 闷闷的一锅海椒哈 还要小心一点翻 要不然要翻到外头进 这个猪头肉跟肥肠都炉来差不多了 颜色看起来就巴适 这要先给它露出来凉凉 这个猪头肉冷却后切一下 有一点点变黑了哈 因为我们放了酱油又放了糖色 风一吹的话 它就氧化了 切这个片可以稍微厚一点 肥肠给它切成通通 锅里下入纯正的菜籽油 好像老板给我发了条信息啊 我看看 他们又去消费去了 哎呀我在家里面喝点饮料算了 把锅炒好后下入肥肠还有猪头肉 蒸子爆炒一下吃起来香 香葱蒜干海椒干花椒 来一点香辣酱 全部炒香后下入窩色和青红椒 调味一点鸡精 白糖 烹一点毛毛醋 来点蚝油 翻炒匀 这样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饭店里面呢一般都是用干锅装的 下面点点洋葱丝 上桌边加热边吃 在家里面就不用了 这样子看起来胃口就巴适 非常好吃的大洞干锅就做好了 这道菜就是下方的味道 穿味浓郁 做法也简单 大家可以买熟的猪头肉和肥肠来做 喜欢的朋友收藏着 有些人收拾着 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啥够 开吃了 你 搞忘了喝饮料 算了 饭都要了 入客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哇 这个我感觉比肥肠都更好吃 特别的清脆爽口 八十餐 这盆菜你看着没多少 其实它成本还不少 成本要二十几块三十块钱 毕竟我们这锅是货真驾驶的肉 一个字 香 非常的香 你们看到我我真的不好意思吃 我说我要减肥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撒过我 我是小念 下期见 拜拜 肩肥怕越肩越肥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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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